下午2点左右呢 在国道1号五阳高架的路段 发生了一起火烧车的意外 想请我们带来听消防员的最新说法 根据了解这辆轿车起火前 驾驶就已经发现车辆怎么冒烟了 立刻把车子开到路间 下车打电话报案 过不久车辆就全面起火燃烧 变成一团火球 消防员到场花了大约50分钟扑灭火势 排除火烧的车辆 尽管这个火烧车是占据一个车道 可是因为现场总共有四个车道 当下还有三个开放通行 再加上事故处理迅速 所以没有造成回堵 不过车辆好端端的 怎么开到一半突然烧起来 现在还有待警销进一步调查理清 这一步调查理清 这一步调查理清